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的知識以及一些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務必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學長的推送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多人在學手沖初期 或是在學咖啡初期碰到的狀況 就是對於研磨度的掌握一直不是很清楚 那無論大家跟大家講說是研磨多少磨多少 其實這些東西都相對來說都比較抽象 是學長今天決定利用各位日常生活 就可以找到的東西 就是門前這些東西可以找到的物資 讓各位去對照一下說 到底你的研磨度要落在什麼樣的粗細度 才是適合哪一種咖啡器材的 所以我今天選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糖 然後學長全部都是在全聯買的 所以如果各位要去找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很容易可以找到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對照你的研磨度 你就可以找到了 然後我今天的範例是兩台 泰磨的磨豆機 第一台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粒子C3 因為為什麼選這台呢 因為它算是手磨裡面很好入手 CP值很高的一個入門器材 就如果各位你是初學者的話 手磨需要蠻推薦你買粒子C3 當然其他手磨我們一樣可以利用 這些不同的糖的粗度來做對照 那第二個用電磨的代表呢 就是用泰磨的目前還沒有上市的這個機種 叫做雕刻家 那為什麼選它呢 是因為它是目前我覺得 它的細粉率蠻低的 而且整體均勻度看起來 確實是相當好的一台磨豆機 那待會大家再看那個對比的時候呢 會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所以我就選擇雕刻家 OK 那我們的簡介就說到這邊了 我們馬上就直接來對比一下 那我們現在開始從第一個最細的糖粉 來做比較 中間呢是泰磨雕刻家 就是電磨的粉 然後呢右邊這個就是這個粒子C3的粉 而粒子C3用的是2左右 然後呢電磨的雕刻家是用0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研磨度呢 其實呢它在各個器材裡面呢 幾乎是不太好用的 因為它實在太細了 那只能用在土耳其壺這種 可能大家都沒什麼用過的器材裡面 那這麼細的研磨度呢 當然還有少許少許一些意識級 它可能用的研磨度非常非常細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意識級都要比這個再粗一點點 那這麼細的粉呢可以看一下 一壓下去它就馬上感覺起來 它就是會卡成 就是一片很光滑的感覺 這種感覺 這種它壓下去的時候 它的粉末呢就會 好像不會出現粉末狀 都看起來很像光滑光滑 這種就是極細極細的狀態了 那不建議各位使用 基本上你沖出來咖啡不會太好喝 OK 那第二個粗細度就是這個 台糖的黑糖 它這個比糖粉 蠻明顯出蠻多的 可以看到 那其實已經 我也沒有這麼誇張 壓下去的時候不會有這麼光滑的面 那這個研磨度呢 蠻接近就是意識機的 當然如果是商用意識機的話 可能還要比這個還要再細一些 那如果你是用 家用意識機啊 或者說你是用手壓意識機的話 其實這個 台糖黑糖的 研磨度呢 是蠻剛好的 如果是雕刻家 怕我是用5的研磨度 那我用這個粒子C3的話 它是用7的研磨度 那這個研磨度呢 其實它在使用 意識研磨啊 意識手壓意識機的時候呢 它的風味呢 不至於到會很苦澀 因為其實手壓意識機呢 它需要的研磨度 其實沒有各位想像中的那麼的細 因為你的手壓力 其實事實上 也沒辦法壓這麼大的力量嘛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 比較入門的 膠硬式機的話 其實用這個研磨度呢 比較不容易出苦澀味 所以這個研磨度呢 我建議大家 可以去買一包來對對看 如果你有在玩意識相關的話 第三個呢 我們用的是這個 台糖的精緻細砂 它比一般的砂糖 細蠻多的可以看到 它其實還是一顆一顆的 大家感覺起來 已經比剛剛 比一般的二砂 其實細蠻多的啦 那這個研磨度呢 學長對照的是 摩卡壺 以及部分的紅西玩家 因為紅西其實現在 有些人用比較細啦 有些人用比較粗 那這樣的研磨度 確實在紅西上面也是OK的 跟摩卡壺差不多 那摩卡壺呢 一般來說呢 因為它是為了 複製意識機 但是它實際上壓力沒那麼大 所以它的研磨度正常來說 是不可能像 意識這麼細的 會比較粗一點點 那其實稍微粗一點點呢 它的風味上面 比較不會苦焦啦 所以我學長 蠻喜歡用這個 研磨度的齁 那對照 例子C3呢 我是用10格 然後利用對照 雕刻家呢 我是用18格 那就可以對照到 可以看到 其實三個刻度是差不多的齁 大家可以來對照一下 用這個 台糖的精緻細砂 接下來是這個本土甘蔗糖 這個本土甘蔗糖 比大家平常習慣用的二砂 其實蠻細蠻多的 那也是我學長最近覺得 比較適合拿來 對比手沖的一個糖 目前呢這個刻度 看起來是稍微粗一點點 那可以比這一個 本土甘蔗糖再稍微細一點點 因為手沖目前它的使用的範圍 也是蠻大的 那像今天我用的對照的雕刻家 我是用14 然後呢我用的 例子C3呢我是用16 那這兩個研磨度呢 在學長的習慣裡面 都是要搭配悶蒸使用的 換句話說它是比較偏粗的嘛 只要任何的手法有搭配悶蒸的 都算是比較偏粗的齁 所以呢本土甘蔗糖呢 它也是比較對照的是 手沖偏粗的科系度齁 那如果你本來你習慣的手法呢 是比較細一點的手沖 或者是呢你是沒有悶蒸的手法齁 就是你水下去以後是不悶蒸的話 你就要利用這樣的刻度再往前調一點點 那如果再細一點的話呢 譬如說可能 我們雕刻加 像我雕刻加有時候 我用到12 那會細蠻多的 或是說我用 例子C3有時候 也會用到14 15的時間 就細一點點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飽滿度齁 就會比較強齁 所以我們大概 可以抓一個 介於這個 本土甘蔗糖到 剛剛說的細沙之間 可能就會是你一個 成功率很高的 手沖研磨的研磨度齁 這樣大家可以去對照一下 最後呢我們就是用來對照 就是台糖的二號砂糖 就是大家俗稱的二砂 也是大家最常容易取得的齁 但是二砂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顆粒其實已經相當的粗了齁 所以如果你是用 用在手沖上啊 其實它的 可能會讓你的風味喝起來呢 會比較清淡 會滿薄的齁 所以基本上呢 這種 這種 研磨度的粗細呢 我們可能也可以用到的部分就是 冷泡齁 如果你要泡很長的時間的話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說 如果齁 你一些 日式的傳統手法 可能會用到 類似於這個二砂的 研磨度齁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豆子烘焙度 可能很深 喝起來就是很濃嘛 甚至會有一點苦味 所以會用比較粗的研磨 這也是有可能的齁 所以有一些 比較傳統的老式的咖啡書上面會說 你的咖啡可以對照二砂 那也不是說完全錯齁 只會以現在如果各位用的是 中焙淺焙來說的話 確實是用不上的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用的對照物呢 是雕刻家呢 我是用到最初最初 已經用到18了 但明顯還是比二砂要來的細一點點齁 那我用這個是 畢子C3呢 我用了22格了齁 可能也是比二砂還要再細一點點齁 但是這兩個呢 都算是我 還可以用到齁 就是剛才說冷砲啊 以及一些 極深培的豆子會用到的 的研磨度齁 那我們剛剛看完 我們五種糖 對應到的研磨刻度 以及實用器材以後呢 那希望最後來跟大家總結一下齁 那原則上呢 當然我們的研磨度呢 我們也不要硬背啦 譬如說學長跟你講說 是幾號幾號 其實你還是要經過你自己的測試嘛 如果你覺得 用了這一個研磨度覺得偏淡 那你自然而來 一定要往細的方向走 如果覺得偏濃 也要往粗的方向走 但是 如果你在前期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確實可以用一個對照物 來自己來摸索一下 你的進程上面會比較快嘛 因為 利用這個方式 至少可以幫助你把 研磨度先做一個 基本的固定齁 然後你在邊沖邊調整齁 那其實最好用的就是三包啦 就是這三包 那 如果你是手沖掛的話呢 原則上呢 你可以買這兩包 一個是 精緻細砂 一個是 本土甘蔗糖 在這兩個中間呢 去游走就好 那如果你是有 摩卡糊啊 或是有手壓一式雞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呢 在這兩個糖上面做游走 一個就是 台灣 台糖的黑糖 第二個是 精緻細砂 基本上呢 你的風味不會差很多 然後之後再慢慢調整就好了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這個 用糖來做參照物的這個企劃呢 就收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 希望會再回應大家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